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座幽静的修炼居所天台上 罗锋一跃而上 落在天台上随即盘膝静坐 开始一次次反思这次的战斗 战后反思很重要 所以罗锋就直接关闭了虚拟宇宙网络接收 防止有人来打扰影响到自己 淡淡的混沌气流飘忽 罗锋平静在那反思着 却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已然引起一场大的风暴 虚拟宇宙 雷霆倒 九剑尊者的神殿内 穿着青色战袍 头上满是紫色鳞片的九剑尊者 整皱眉站在那儿 尊者 这罗锋实在太可怕了 很多绝世天才是刚开始厉害 越往后反而会越加的堕落 可是 他却是越往后进步越惊人 出生到如今才数百年 就已经能够闯过通天桥第十三层 他绝对是上千万纪元已出的绝世天才 其他宇宙尊者 宇宙国主们肯定会一个个愿意收罗锋为徒的 到时候 师徒关系 罗锋将来恐怕就到了别人麾下 尊者 你不能再犹豫了 龙玉王焦急地站在一旁 九剑尊者伸手虚虚一按 龙玉王一肚子化 顿着被卡在喉咙 不敢再多说 我明白 九剑尊者点头 可 龙玉王焦急 龙玉王是九剑尊者麾下第一封王级不朽 所以九剑尊者会很清和地对待龙玉王 二人也会经常讨论一些问题 虽然经常是九剑尊者下命令 可是他麾下大军 一般都是龙玉王负责去协调带领等等 九剑尊者摇头一笑 我怎么会不清楚啊 那波兰和他修炼岁月相差无几 可是也刚刚闯过第八层 算是宇宙级最优秀的了 可罗锋却已经闯过第十三层 可比那波兰强上千倍万倍 波兰都是上万纪元一出的 这罗锋当然是上千万纪元一出的人物 可是你看看 我人类族群历史上 称得上上千万纪元一出的 哪个不是引起诸多强大人物的追逐 这点我清楚 那罗锋肯定也清楚 九剑尊者摇头 否则也不至于我亲自发邮件给他 他都没回 尊者 你发邮件了 龙玉王一惊 没想到九剑尊者行动还真快 他没回 他怎么敢不回呢 龙玉王吃惊 尊者发邮件 他当然不敢不回 可是他却关闭了虚拟宇宙网络接收 九剑尊者摇头 既然关闭接收 自然收邮件都收不到 所以我也无法怪罪他 龙玉王吃了一惊 好小子 这罗锋够奸话 恐怕他已经算到会有很多强大的人物邀请他 或者有意收他为弟子 而罗锋他本人地位太低 根本不敢直接拒绝任何一个大人物 所以干脆暂时关闭虚拟宇宇宙网络接收 这样自然都不得罪 这段时间 开启虚拟宇宇宙网络接收 就会同时收到大量的邮件 就能从中进行挑选了 够奸话呀 龙玉王轻声道 如此天才 一点小聪明小手段 还是有的 九剑尊者摇头一笑 放心吧 我毕竟是他的直属尊者 怕同时收到那么多邮件 也该第一个到我这 罗锋闯过通天桥第十三层 引起的风暴 不但是影响到了虚拟宇宙公司 高层那些强大的存在 同时也传播到了异族 蛮荒宇宙国星空疆域境内 在某一片星空所对应的空间加层中 正有着一庞大的神国 这座辉弘的神国 就是重组潜伏组织所在地 神国内 有一座高过百万公里的山脉 这也是整个神国最高的山脉 在山脉之巅 建造有一座庞大的 高过十万公里的神殿 神殿散发着耀眼的金光 金光普照大地 遥遥看去都能看到神殿内 阴阴的人影 人类 刁悍的重组战士 在神殿内无比协调 住人 住人 神殿的最高层 整个大殿内 一个金袍人 身影一闪 就出现在大殿中 同时急切地喊着 有重要情况 有重要情况 呼呼 上晚金色虫族战士 不朽虫族战士 分散在大殿内 当他们发现金袍人 横冲直撞 闯进大殿时 顿时一个个怒了起来 都朝那金袍人 发出警告的怒吼 似乎金袍人 再有不尽 就会攻击死他 有什么情报 这么慌乱 温柔地让人听了 身体轻松的声音 回荡在大殿内 金袍人 恭敬地看着前方 被大量不久 虫族战士 给保护好的 十余公里高的 虫族母巢 刚刚得到消息 人类中的天才罗锋 也就是No.3 就在今天去闯了通天桥 出生到如今 仅仅数百年的罗锋 竟然一口气 穿过通天桥第十三层 第十三层 温柔的声音 有些疑惑 通天桥第十层 是最普通不朽神灵的水准 也就是说 No.3 在法则感悟方面 已经媲美比较厉害的 不朽君主了 是的主人 金炮人 恭敬急切道 而且是在短短数百年内 就达到这般成就 和他修炼时间相当的同一批天才战成员们 最优秀者波兰 紧紧闯过通天桥第八层 根本没法和罗锋比 那波兰都算是上万纪元一出的天才 这罗锋绝对称得上千万纪元一出 千万纪元 那就是一千亿年 就算宇宙诞生以来的历史无比漫长 可是一千万纪元 已经是个较大的时间段了 能称得上千万纪元一出的绝世天才 柯蒂算一个 是火尊者算一个 虽然 有不少都是中途陨落 可但凡没陨落的 个个成就惊人 没陨落的千万纪元一出的绝世天才 最弱的都是封王巅峰 千万纪元一出的天才 可和柯蒂媲美啊 温柔的声音道 是的 金炮人连道 当年弄掉这个柯蒂 我充足耗费了不少力气 令他的老师混沌成主 扭转时空都无法复活他的弟子 温柔的声音道 将罗峰列为No.1 我会上柄给族妹 要解决罗峰 我们组织内的力量已经不够了 你下去吧 是 金炮人恭敬地退去 宇宙无限广阔浩瀚 就算人类族群 虫族 机械族等 也只是占了整个宇宙的 其中一部分疆域罢了 在宇宙星空的遥远 另一个疆域 也有着一些无比强大的族群 其中一座隐藏在空间加层中的神国内 这是一座充满着黑色气流的神国大陆 巍峰的黑色神殿内 主人 一名笼罩着黑雾中的身影 恭敬地跪幅着 而在幽冷大殿的神座上 正坐着一身高约为三千多米 由无数黑色岩石构成的身影 他全身岩石表面 腾绕着暗红色的火焰 鼻孔中更是偶尔喷发出黑色火焰 他的两根黑色技脚 材质却好似晶莹流离 他俯瞰着下方的渺小的黑雾身影 嗯 巍峨的身影 鼻孔中喷出黑色火焰 主人 刚刚得到情报 鸿蒙人类族群中诞生了一个绝世天才 名叫罗锋 修炼到如今仅仅数百年 就已经闯过了人类通天桥第十三层 黑雾中弱小的身影恭敬道 绝对算是人类千万纪元一出的绝世人物 不过 他现在生活在人类圣地混沌城 那里有混沌城主镇守 我族无法渗透 巍峨的身影 俯瞰着下方的黑雾中身影 混沌城主镇守的地方 没有丝毫可能 等吧 这罗锋成为借主后 一定会去域外战场 再域外战场 自然就有机会解决罗锋 无数晶体铸就的庞大立方体 悬浮着一座巍峨的神国内 整个立方体大概直径三百万公里 全部由奇异的晶体组成 在立方体的核心 碧绿色王座上正坐着一名男子 他有着仿佛晶石雕刻的完美身躯 容貌酷似人类 在眉心上有着一颗金色的眼睛 无形的波纹以他的眼睛为中心 弥漫传递在 整个直径三百公里的立方体中 哦 遥远的鸿蒙中的人类族群 竟然诞生了一个千万纪元已出的天才 看来虫族妖族机械族 都会想办法杀死那小家伙吧 太宇宙尊者出手 击杀罗锋有十足的把握 可是代价却是击杀罗锋的宇宙尊者 会被人类中的超级强者直接报复杀死 拿一个宇宙尊者换罗锋 估计没有族群会选 可如果是不朽神灵 想要刺杀成功就麻烦了 有趣有趣啊 那四大巅峰族群将欲宁静 斗得越惨越好 男子轻声自语 随即闭上了三只眼睛 人类诞生以绝世天才的消息 在一天内就已经传遍宇宙中无数一族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十三篇 第二十二章 求财若渴 混沌城 无数修炼居所 其中一座修炼居所的天台上 盘膝闭眼坐着的罗锋 缓缓睁开眼 脸上有着一丝笑容 反思一犯 获益不少啊 巴巴塔 罗锋心中喊道 在 巴巴塔联盟热情道 因为只要罗锋达到预嘱级 巴巴塔就自动认主 所以 现如今面对罗锋的命令等等 巴巴塔是非常热情 且迅速的 开启虚拟宇宙网络接收 罗锋微笑道 估摸着应该有不少强大存在 发来邮件了 明白 巴巴塔也愉悦得很 立即开启虚拟宇宙网络接收 顿时一封封邮件提示讯息传来 一共有392封邮件 13则通话申请 巴巴塔联导 这么多 罗锋惊讶一笑 之前自己决定 要拼一把去闯通天桥纸 自然会猜到 闯过第12层 乃至第13层 会引起多么大的风暴 毕竟 那些修炼数万年的预嘱级原始秘境成员 最强才到第11层 立即分出一丝意识 连接虚拟宇宙 虚拟宇宙与香山原始区 罗锋正坐在自己书桌前 观看着屏幕 屏幕上有着一封封邮件 还有着诸多通话申请 邮件主要来自宇宙尊者 一共有322位宇宙尊者 其他就是一些强大不朽神灵 还有乌卡隆军 他们也发来邮件 通话申请 也有乌卡隆军的通话申请 哦 还有你老师真眼王的通话申请 巴巴塔站在罗锋的肩膀上说着 刷刷刷 一封封邮件 被罗锋镜子点击翻阅 观看速度惊人 很快全部看完 上万纪元已出的天才 那些宇宙尊者们不屑 可千万纪元已出的绝世怪物 就引起了宇宙尊者们眼馋了 罗锋笑了 从邮件中能清晰的感觉到 那些宇宙尊者们的诚心 很多宇宙尊者都是很亲切和罗锋叙说 并且提出愿意收罗锋为弟子的想法 当然 一切都是让罗锋自己来决定 这些宇宙尊者们还不至于强迫罗锋 我先去见见老师 罗锋道 混沌城 罗锋从天台上一跃而下 化作幻影 迅速前往离自己家不远的真眼王府邸 老师 罗锋走进庭院 恭敬了行礼 坐 真眼王坐在那正品的奇异的果酒 同时也为罗锋道了一杯 是 罗锋坐在一旁 哈哈哈哈 你这次让我也吃了一劲啊 真眼王瞥了眼罗锋 随即笑道 恐怕 有很多宇宙尊者 都给你发邮件了吧 是的 老师 罗锋点头 嗯 你进步速度惊人 按照这种进步幅度 就算以后你的感悟速度减缓 可是 成为封王巅峰不朽神灵的难度 也不算大 真眼王微笑道 毕竟历史上 千万纪元已出的绝世天才 除了中途夭折 陨落的 其他最弱的都是封王巅峰 还有近三分之一 都跨入宇宙尊者的行列 他们发现你进步这么惊人 肯定会强着收弟子 毕竟 师徒关系 是最坚固的 罗锋郑重地点头 强者寿命无限 所以亲人们一个个老死后 真正最轻的 就是老师 尊敬老师 这是人类强者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算将来超越了老师 也必须尊敬老师 因为老师是引领你在修炼路上 走得更快 更稳 老师是真正一次次帮助你的 这恩德是极大极大的 自然得尊敬老师 如果谁不尊敬老师 是会受到所有强者的必势不懈的 这也是那些宇宙尊者们 要说罗锋为弟子的缘故 只要罗锋不夭折 将来最差 也是封王巅峰 完全能成为他们的左膀右臂 而一旦罗锋成为宇宙尊者 有一个宇宙尊者的徒弟 在派系斗争 在宇宙秘境冒险 战场等等 师徒联手 自然更加有把握 其他人 或许还会暗算 截杀等等 可师徒几乎不可能 出现这种情事情 谁敢欺视灭祖 不发现则已 一发现就是所有强者的功敌 你想好了吗 真眼王看着罗锋 选谁当老师啊 我 罗锋有些犹豫 别犹豫 哪个强者不是有一群老师啊 真眼王哈哈笑道 当年 我从弱者一步步爬上来 也是败了一群老师的 毕竟老师能力有限 那么为了人类的发展 自然不能局限 每个人只有一个老师 那只会耽误你们的天赋 嗯 罗锋点头 宇宙尊者有很多 可是 我也不知道 该选哪一个呀 罗锋道 在心底 罗锋是比较想败在天使公主门下的 奈何 天使公主并没有发来邮件 至于其他三百多名宇宙尊者 罗锋几乎都不认识 根本就不知道 那些宇宙尊者谁强谁弱 邮件中 那些宇宙尊者们 自然是稍微描述了下 各自本身能耐 可是 王婆卖卦 自卖自夸的道理 罗锋当然懂 那些宇宙尊者们自己描述自己 根本不足以完全相信 我给你推荐一个 真雅王笑道 嗯 罗锋一正 混沌城主 真雅王郑重道 啊 罗锋一经 混沌城主 坐镇人类圣地 混沌城的那位超级存在 宇宙中 亿万族群 亿族强者 忽视眈眈 而作为人类圣地 重要性可想而知 可是混沌城主 坐镇在着 没有亿族强者 胆敢来惹 由此可以想象 混沌城主 是何等的强大 可是 老师 混沌城主 并没有给我发邮件呢 罗锋连忙道 难不成 我亲自上门去自荐吗 不 真雅王摇头 混沌城主 虽然没有发邮件 却派人到我这儿告诉我 有意收你为记名弟子 记名弟子 罗锋一阵 哈哈哈哈 混沌城主 何等地位 你现在虽然表现不错 还没资格 让他收为清传弟子 真雅王 哈哈笑的 混沌城主的清传弟子 一般都是宇宙尊者 当然 那柯帝也是他的清传弟子 可你跟柯帝比 现在看来还是差点 罗锋也点头承认 柯帝在宇宙级 御主级 戒主级 都闯过原始通天瞻的人物 戒主级就媲美风王不朽 能击杀风猴不朽的逆天人物 听说 他在戒主级的时候 法则感悟 就能闯过通天桥队二十层 否则也不至于 凭借戒主之身 就能击杀风猴不朽了 这样的绝世人物 才被收为清传弟子 混沌城主 也留有一尊混沌碑 你可知道是哪一尊啊 真雅王笑看罗锋 五十二尊混沌碑 罗锋一听 脑海中却是迅速浮现 那一尊尊混沌碑的名字 宇宙混沌碑 真雅王道 排名第二的宇宙混沌碑 罗锋深吸一口气 五十二尊混沌碑 巨斧混沌碑排名第一 宇宙混沌碑排名第二 那巨斧混沌碑 乃至巨斧创始者所留 宇宇宇宙混沌碑 竟然是混沌城主所留 由此看来 这混沌城主 应该算是整个人类族群前三的 真正巅峰存在 他无限岁月 坐镇混沌城 让无数一族不敢侵入 绝对的至尊存在 虽然其他宇宙尊者 是收你为清传弟子 混沌城主 只是收你为记名弟子 可要是记名弟子 将来你表现更加优秀 也会提升为清传弟子的 真雅王笑的 有了混沌城主当地老师 人族内部 自然不会有人招惹你 像摩世王肆意对付你的情况 就不会再出现 当然 一族强者 是不会给混沌城主面子的 罗锋点头 一族 是啊 人类只是一个族群而已 一族强者 甚至于媲美俱服创始者的 一族大能者都是存在的 连所谓的眼神族 都是因为一族大能者留下 连那魔鹰神将传承 寒冰神将传承 估计也是一族大能留下 浩瀚宇宙 强者如云 的确该实时怀有谦虚之心 我决定了 罗锋点头 我去拜混沌城主为师 哈哈哈哈 真眼王满意的点头 不过 你等会儿先去见一下 九剑尊者 他毕竟是你的直属尊者 你先告诉他你的决定 知道你要去拜混沌城主为师 他也不敢多说 毕竟 现在我虚拟宇宙公司 混沌城主 乃是第一掌权人 虚拟宇宙公司第一掌权人 罗锋心中更是难耐 真想亲眼见一见 这位虚拟宇宙公司的掌权人 真正的巅峰存在 恐怕和巨幅创尸者比 混沌城主也差不多吧 否则怎么能坐镇 仍族慎帝 怎么抵挡那些异族大能者呢 焦急难耐下 罗锋联盟透过虚拟宇宙网络 掀去了九剑尊者的专属空间未灭 恭敬地拜见了九剑尊者 九剑尊者对待罗锋客气了很多 当得知混沌城主要收罗锋 为记名弟子后 九剑尊者虽然无奈 却也不会阻止了 毕竟那是混沌城主 以使混沌城主收为记名弟子 地位也比宇宙尊者的清传弟子要高 哈哈哈哈 看你模样就是心机难耐了 九剑尊者在大殿之上俯瞰下方笑着道 既然混沌城主都已经传令 那你就赶紧去城主府吧 记住 见了混沌城主 不可有一丝不敬 混沌城主守护人族圣地无限岁月 对我人族是贡献无量的 世尊者 罗锋恭敬地行礼 随即花的直接凭空消失 而同一刻 罗锋已经走出了老师真眼王的府邦 沿着宽阔的街道 朝远处的城主府走去 遥远处那座巍峨大气的城主府 已经在视线范围内了 混沌城主 罗锋心中轻声念叨 遥远处的城主 遥远处的城主 沿着宽阳